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接受丁一带向我行贿 绝对不会 凡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 又你这么不坏儿子 迷雾重重 激流暗涌 凡腐斗士无惧无悔 以坚定的信仰 无畏的勇气 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 请听长篇小说 《人民的名义》 作者周梅森 演播 纪汉邦 齐同伟站在山坡前 不禁回忆起了一幕场景 他和陈清泉 高晓勤 在高尔夫球会所休息 谈起了大风场的官司 陈清泉提醒过 说这个事麻烦 侵犯了工人利益 得小心他们拼命 他毫无顾忌地回道 山水集团吃了亏也会拼命 陈清泉知道他什么意思 问他怎么判 他才不明说呢 只说是怎么判 是法院的事情 但不管你怎么判 都得有法律依据 陈清泉心知肚明 说法律依据他去找 总还有自由裁量权吧 说完 马上就谈条件 暗示他女儿腹处击的问题 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 陈清泉的肩膀 说不是腹处击 是处击了 这是赤裸裸的交易 底线轻易地被他们突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秦老师走到了面前 说是饭做好了 带他回家吃饭 坐在堂屋的小炕桌上 看着炕桌上简单的饭菜 他的心里边是感慨万端 粗茶淡饭分外香啊 还是这儿好 没有纷争 没有缠斗 更没有你死我活 吃完饭 他到院子里边找活干 秦老师拦不住 只好帮他搭把手 他们先把院子里的鸡血 扫干净 抢角落的鸡窝塌了 他们诱惑了一堆 稀泥累鸡窝 齐同伟是苦孩子出身 干这些活是熟门熟路 身子热了 筋络舒展 觉得无比畅快 不料 这桩小小的农家工程 却没能最后完工 正在给鸡窝铺草顶的时候 忽然听见天空上 传来了一阵嗡嗡的声响 齐同伟抬头一看 脸就摆了 扔下了工具 快步地穿过院子 回屋拿起了狙击步枪 一架警务直升机 越过了孤英岭 在院子的上空盘旋着 秦老师手搭凉棚 看着飞机 一脸惊讶的表情 齐队长 这是怎么了 又发现毒品了 又发现毒品了 齐同伟无奈地叹息 是他们发现我了 您快离开这儿 秦老师两眼疑惑地看着他 是不是你 你出了什么事啊 齐同伟把秦老师拉进屋里 别问了 你快进来 外边危险 这时候 空中响起了清晰的声音 老同学 我来接你回家了 齐同伟紧张地站在窗前 将手中的狙击步枪 描向了直升机 秦老师拉住他说 哎 齐队长 这是干啥呀你 人家 这是接你回家呀 齐同伟摇了摇头说 早回不去了 这个人是我的克星 只有他能猜到我在这儿 是啊 飞机上的这个克星 不但知道他在这儿 还知道他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 隐隐之中 昔日那纯真的儿歌声 适时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 是幻想吗 不是 是警务直升飞机上的高音喇叭 放出来的歌 飞机在低空盘旋着 一遍遍地播放儿歌 那歌声像清泉一般地流淌着 撞击着他心中的岩石 蹦践起一片晶莹剔透的水珠 他闭上眼睛 两行泪水顺着脸庞 缓缓缓地落下了 秦老师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齐队长 是不是发生了误会啊 齐同伟点头说 是 误会大了 这里马上会流淡横飞 您快走 秦老师焦虑地说着 哎呀 再大的误会也能解释清楚啊 可千万别动枪啊 你是公安厅厅长啊 怎么能对自己的手下开枪呢 齐同伟说 我要干掉那个可恨的对手 他不是警察 那那 那他是谁啊 他不是要接你回家吗 还是回去吧 齐同伟的心里不禁乌液了起来 他也想回去 真想回去 做梦都想回去呀 可是 他回不去了 永远地回不去了 他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佛家说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可他这条船 已经离岸日久 他站在这条船上 早就看不到岸了 眼前 只有无边的苦海 和滔天大浪 秦老师的声音 颤抖了起来 齐队长 你 你听我一句劝 齐同伟一跺脚 别劝了 快走啊 你 这个误会 已经没法解释了 秦老师无奈地摇着头 叹息着 几步一回头地 出门离去了 这时候 警务直升机在村中一片开阔地方降落了下来 十几个武装警察和刑警 鹤枪实弹 一一地跳下飞机 齐同伟从土屋的窗前看到 他的冤家对头侯亮平身着便衣 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飞机螺旋桨炫起的风 将侯亮平的风衣 吹得像一面飘飞的旗帜 雪又下了起来 这会儿起风了 雪花被撕成了碎粒 打着旋在空中翻卷着 叫人睁不开眼睛 太阳躲入了云层 天空布满了阴霾 孤阳陵陡峭的山崖压抑人心 跳下警务直升飞机 走向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 侯亮平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 他的腿就好像灌满了签一样 和老同学齐同伟的对决 终于要在这座小山头上展开了 你死我活 鱼死网破的场面 将在以后的几分钟内发生 作为惺惺相惜的老朋友 侯亮平是多么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呢 但是一切都无法避免了 他必须面对齐同伟的枪口 回想起那次在大排档喝啤酒 他们谈起来 有朝一日拔刀相向 谁会先倒下 如今笑颜成真了 但是他没打算拔枪 他要用真诚唤起对手的良知 劝他弃枪投降 这可能吗 如果不可能 那么他也许就是在走 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路了 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 所以他每迈一步 都是那样的沉重 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着 他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 小土院的柴门越来越近了 离最终的结局也越来越近了 屋子里 齐同伟一手扶着架在窗台上的狙击步枪 一手握着制式手枪 久久久地屏住了呼吸 小院落里空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的隐蔽物 侯亮平的身影出现了 一颗脑袋晃动着 显现在狙击步枪的瞄准仪里 侯亮平双手高举 老同学 请你看清楚了 我没带武器 齐同伟叫着 侯亮平 你不知道我最想打死的人 就是你吗 侯亮平在小院柴门前站住 往门框上一靠 双臂环抱 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天似的 老同学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 但是该说的 我还得和你说 今天我历尽艰难找到了你 真心是想带你回家 我不希望你死 可是你清楚 有人希望你死 你死了 他们就安全了 他们就可以继续以人民的名义 夸夸其谈了 老同学 你说你在这里找到了人民 那就请你 以人民的名义去想一想 以残存的良知想一想 是不是该收手了 土屋里传来了 齐同伟有些嘶哑 而有些绝望的声音 侯亮平 你一口一个老同学 可为啥就盯着我这个老同学不放呢 侯亮平开始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向前走 在漫天风雪中 向土屋里走 同时他说 因为你犯法了 我们都是学法律的 都曾经宣誓忠于法律 你既然以身是法 就应该勇敢去面对 而不是逃避 是你的事情 你逃不了 不是你的事情 也请你如实地说出来 让那些应该承担的人 去承担 突然间 只听见 砰的一声枪响 侯亮平愣了一下 立刻转身 对身后的警察高喊着 不许开枪 远门口的警察和秦老师 紧张地看着侯亮平 这时候 侯亮平才搞明白 身后的警察并没有开枪 是齐同伟开了一枪 这一枪 是对他的警告 老同学 你要想杀我 我现在肯定就躺着了 我知道 你的枪口抬高了一寸 既然这样 那我们接着谈 谈陈海 齐同伟 别怪我逼你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我 能容忍一个制造车祸 暗算自己兄弟的家伙 逃脱法网吗 在汉东省 你是公安厅厅长 陈海是反贪局局长 陈海一次次和你协同行动 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呢 我正和陈海通电话呀 和他约好了 要向反贪总局的领导做汇报 可是你却先动手了 齐同伟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并不想杀他 可是我不能坐以待毙 没错 所以你才要杀人灭口 可你毕竟是个有过光荣和梦想的人呢 你对自己做的孽 就一点都不恐惧吗 你在梦里边 还敢再见陈海吗 侯良平 别说了 我会把命还给陈海的 这时候 雪越下越大了 侯良平的身上 落满了白雪 几乎成了一个移动的雪人 他又向土屋前走了几步 老同学 既然你不想打死我 那就请跟我回家吧 哪怕死 也死在家里 我会给你送刑的 不 猴子 你别再靠近了 别逼我开枪 我告诉你 我不会接受别人的审判 我 我会审判我自己 你快离开 否则我让你陪葬 侯良平仍然不管不顾地走着 一边走一边说着 老同学 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这可是孤英岭啊 是你的光荣之地 是你的得救之地 让侯良平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即将跨过土屋门槛的那一瞬间 土屋的礼尖突然响起了枪声 不好 侯良平冲过去一看 齐同伟手握着制式手枪 脑袋中弹 倒在了血泊当中 那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十分陌生 高玉良做出了一个古怪的决定 把家里的所有花卉都连根刨掉了 再放了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这可是他多年的心血 其中不乏明花一草 焚烧时 高玉良严肃地凝视着火焰 眼看着自己精心培植的花草 化为了一堆灰烬 都知道高玉良爱好原意 如今忽然放弃 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接下来开始翻整土地 为此 高玉良特意买了新的稿头 新的桥 以相当专业的态度 认真地干了起来 寒冬腊月 刨地不是个轻快活 稿头砸在洞土上 只能啃下一小块泥巴 但是高玉良就这么执着地 一小块一小块地啃着 颇有一些鱼躬一山的精神 吴慧芬见了很惊讶 问他这是折腾什么 高玉良笑了笑 简单地回答说 不想当原意师了 想当农民 他还真像个老农 干活的时候 找出早已经废弃的旧衣裳 脚上套了一双 当年下乡扶贫时穿的老棉鞋 形象上带了几分滑稽 白天上班 西装革履 帆地工作通常在夜间进行 因为失眠 高玉良常常干到下半夜 试图用劳动换来充实的睡眠 但是效果并不太好 一边刨地一边想心事 寂静的夜 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 更加敏锐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和列变似的在思维中 进行着连锁反应 是时候了 他得为未来做准备了 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在心中 似乎有了答案 瞧 花园变成农田 书记变成农夫 虽然是教授出身 多年爱好原意 让高玉良对农活非常的熟练 他在院子里翻好的土地上 打出一方一方旗子来 规整 干净 美观 但是他并不满足 完成后又重新地翻了一遍 变着花样地整出了椭圆形 三角形 心形等五花八门的圆起 乍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抽象派的图画 高玉良 高玉良也确实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作品 反复地涂抹 改来改去 永远没有完工之日 有两样东西不变 那就是安放在南墙根的两块石头 整座花园里边只有他们是旧物了 其中一块石头比较小 高玉良记得 是侯亮平从花鸟市场扛回来的 上面刻着泰山石杆当 囚禁的笔风仍然是那么眨眼 另一块石头是庞然大物 齐同伟不知道从哪搜寻来的 令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搬进院子 记得齐同伟曾经神秘地说 这是靠山石 有高人为他开过光 当时赵锐龙闹得正欢 他隐隐地感到 北京的赵立春很有可能要出事 现在果然出事了 这块靠山石到底风化掉了 高玉良抛地抛累了 常煮着稿头 呆呆地瞅着这两块石头 其中的矿位 只有他自己知道 稍后